6月份的是榴莲成熟的季节 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榴莲 在海南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之后 首批国产榴莲预计将在本月上市 在海南省三亚市的榴莲种植基地 不少榴莲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棚果期 针对榴莲生长周期长 对环境要求高的特点 海南在引进种植过程中 不断摸索试验 总结出了喷滴罐 宜短养长植物套种 技术矮化等一批本土培育经验 目前海南所种植的榴莲品种 全部引进于东南亚地区 若想实现产业的长久发展 就必须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品牌 像我身边的这株榴莲树苗 便是以生长在海南的榴莲树为母本 所试验种植出来的本土品种 近几年来 海南引进了猫山王 黑刺 金枕等 众多名优榴莲品种资源 已由零星种植发展到 三万余亩的规模化种植 相较于东南亚的进口榴莲 海南榴莲没有远途运输 本地树上熟的果品 非常值得消费者期待 我们进口过来的榴莲 要放熟食用 口感会差很多 如果我们能在本土 也能买到树上熟的榴莲 那毫无疑问 对消费者来说 还是商家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码发展 起来 我们跟刀 我们有点 我们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